注意聽老師講課的內容 然後多做筆記的部分回去複習 然後運動上面就是盡量 因為休息時間很少 中午的時候就盡量睡覺 然後下午就盡量練習 就是更加要求自己在體能上面 就是比別人辛苦一點 開心的上台接受表揚 她是花蓮體中的江慧如 因為念的是體育 在課業之餘還得監住體能訓練 背後付出的辛苦來自以自我要求 也讓她拿下第二屆奮進挨花蓮獎學金 我現在目前讀體中三年級 也是第一次拿到這麼多的獎學金 我會把這份獎學金利用在我學業級專長上 因為我也是跑田徑 然後我會在我的裝備及生理上跟營養上 就用這些獎學金來補充 當作自己的經費就提升自己 血液一體一兩頭燒 要維持強健的體能就需要更多的裝備 為鼓勵學生在學習領域上有傑出的表現 21日花蓮市公所及愛花蓮愛心文化藝術基金會 舉辦第二屆奮進挨花蓮獎學金頒獎活動 共有111名高中及國中小的學生 接受公開表揚及獎勵 希望能夠幫助到更多需要幫助的朋友 那我們知道很多孩子其實很努力 所以我們把這基金會的名字獎學金的部分 把它取叫做奮進愛花蓮 希望每一個善的意念能夠傳達給孩子 也希望這個善的經濟能夠循環下去 花蓮市公所表示感謝許多善心人士 對這項有助於鼓勵學子奮發向上 給予高度支持 期待每一個孩子都能發揮自我潛能 向前邁進 遠視新聞稿外花蓮市採訪報導